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它打開的時候 這個會有一條一條的亮點 在天上會有很多彩色的這樣亮點 跑來跑去 我們選了它 賦予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跟著他們的社團 一起把這些內容交授給他們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不單純是一個 好像環境的改造案 把兩邊的環境給變得漂亮 它同時是一個教育的方案 樹這個意象在這邊是很清楚的 你看得懂它像樹 所以你會跟學校結合在一起 可是它又不是你想的那個樹 它沒有把樹做得很素 所以它是一顆燈 晚上的時候會發光 好像指引著大家 又回到學校來 或是學校把學生送出去 這個藝術家所做的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內容 這些玻璃呢 它其實是渡態的 它有一個coding 所以晚上會有藍藍的顏色 會有金金的顏色 OK 大家有自己的詮釋了 對不對 好 其實什麼樣都沒關係 就是說這裡面具有一點超現實 也具有很抽象的一些能力 基本上來強調那個動能 以及青春在這個地方 所產生的一個激烈的線條 或是那個扭動的線條 這個團隊總共做了四件作品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陸陸續續看這四件作品 那這四件作品裡面 其實都是有很多互動的裝置 這個作品叫做通勳光送 那它其實是一個互動的 它裡面 這邊其實是用影像可以看的 有沒有看到 上面 它會去收錄附近的聲音 影像等等 放在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它是互動的 其實它這四件作品裡面 幾乎很多都是互動的作品 所以大家要來玩一下 才知道它在好玩什麼 那那個一格一格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去輸入 它是一格一格的東西 你輸入以後 你上船 它就會跑出那個格子狀 例如說你今天打了一個十字 它就會跑出一個十字 好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一組 是由這個北義大的一群這個研究生 跟老師共同組織的這個團體所做的 那當時候我想這個選擇這個地方 選擇這些角落 都希望在這個比較單調的 純粹只有這個人行步道 跟這個我們講街道傢俱座椅當中 形成另外一個有趣的界面 導覽本質來講的話 它就不是在這個點看完 然後消失再另外一點出現 因為它必須要在這個 我們的環境當中移動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藉著 我們的移動過程 看到我們的周圍 我覺得導覽的本質 不單純是看公共藝術 而是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的城市 它就是用這些非常有機的這些元素 有些看起來像蘑菇 有些看起來像融化的這個糖果一樣 有點像你做一個太空的旅行 然後來到這個異次元的世界 所看到的這些外太空的生物 很高興在跟大家謝謝 讓大家有機會來到這個節目 謝謝 谢谢